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6月23日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6月23日 聯邦最高法院就憲法第二修正案中規定的權利做出重大裁決 認定人們擁有在戶外帶槍的權利 當天 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比3的表決結果做出了這項裁決 這是最高法院關於持有和攜帶武器權利的第二個重要決定 在2008年 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中 最高法院首次認定 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證了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 儘管該決定僅限於在家中存槍用於自衛 現在 最高法院更進一步把憲法第二修正案的適用範圍 擴大到了對業主財產的限制之外 最高法院當天的裁決涉及紐約州的一項法律 該法律規定 民眾在公共場所攜帶隱藏的手槍時 必須獲得證明有特殊需要的許可 針對這項規定 紐約州的擁槍族提起了訴訟 稱該規定使得普通民眾幾乎不可能獲得帶槍許可 他們認為 紐約州這項法律把憲法第二修正案變成了一項有限的特權 而不是憲法賦予的權利 在這起訴訟中 最高法院支持原告的訴訟 推翻了紐約州法律超出聯邦憲法第二修正案的規定 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在多數意見中寫道 據我們所知 沒有哪項憲法權利是需要個人 在向政府官員證明有特殊需要後才能行使的 當涉及到不受歡迎的言論或宗教信仰自由時 第一修正案不是這樣運作的 當涉及到被告與證人對峙對他不利的權利時 第六修正案不是這樣運作的 當涉及到為了自衛而公開帶槍時 第二修正案也不是這樣運作的 不過 最高法院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持不同意見 指責保守派無視其決定可能帶來的致命後果 對於最高法院的裁決 紐約州長霍楚當天回應說 這個決定不僅魯莽 而且應該受到譴責 這可能使數百萬紐約人處於危險之中 霍楚當天在紐約市簽署一項學校安全法案時稱 他打算召集州議會開會 提交新法案來回應該裁決 新法案將著眼於實施在敏感地點帶槍的限制培訓要求 並規定企業和私人財產所有者有權保護自己的方式 霍楚說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並非無能為力 我們不會輕易放棄我們的權力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大規模槍擊事件 又一次引發了全國圍繞控槍的辯論 也就是 在一個擁有3.9億多支撕槍的國家 如何平衡憲法賦予的持槍權力與美國人對個人安全的擔憂 針對最高法院這項裁決 總統拜登當天發表聲明說 這項裁決既違背常識 也違背憲法 應該深深困擾我們所有的人 在經歷了水牛城和烏瓦爾德的恐怖襲擊 以及那些沒有成為全國頭條新聞的槍支暴力事件之後 作為一個社會 我們必須做得更多 而不是更少來保護我們的美國同胞 最高法院這項最新裁決 可能影響各州和地方政府實施槍支管控的能力 所有的州都允許人們在公共場所攜帶隱藏手槍 儘管許多州要求攜帶者持有州政府頒發的許可證 包括加州 康涅迪格 特拉華 夏威夷 馬里蘭 馬薩諸塞和新澤西 這些州讓地方官員在拒絕協槍許可證申請方面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6月23日 房貸業巨頭 房地美發布的報告顯示 美國30年期房屋貸款利率連續第二週達到了13年來的最高水平 當天 全美30年期固定利率房屋貸款的平均利率從前一週的5.78% 進一步上升到了5.81% 為2008年1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比去年同期的3.02% 幾乎高了一倍 同時 15年期固定利率 房屋貸款的平均利率為5.10% 略低於前一週的5.11% 五年期浮動利率 房屋貸款的平均利率從前一週的4.02%上漲到了4.26% 上週 聯儲會為了抑制快速上升的通貨膨脹 一下子把聯邦基準利率提高了75個基點 加息幅度為1994年以來的最大 而且 它暗示今年還會繼續加息 在這種情況下 一些銀行已經把30年期房貸利率調漲到了6%甚至更高水平 不過 現在的房貸利率仍然遠低於1981年的10月創下的18.63%的最高紀錄 6月23日 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宣布 它將禁止豬欧品牌的電子煙在美國市場銷售 在此之前 FDA對豬欧公司提交的數據進行了為期近兩年的審查 這家電子煙巨頭希望FDA授權其煙草和剖口味產品繼續留在美國市場 十多年前 電子煙產品首次出現在美國 當時 相關業者宣稱他們為吸煙者提供一種危害較小的傳統香煙替代品 其工作原理是通過加熱含有尼古丁的熔液產生的器物工人吸入 但是 很少有嚴謹的研究結果表明電子煙可以幫助引君子戒煙 FDA審查電子煙產品及其所謂的功效的努力 也因該行業遊說和政治利益競爭而一再放緩 近年來 在美國電子煙市場上已有數百家公司銷售各種口味的 電子煙和尼古丁熔液 但是 該市場的絕大部分卻有幾家大公司控制 包括澳齒亞部分擁有的豬偶 自從4年前 豬偶引起FDA關注以來 不確定性就一直籠罩著該企業 當時 豬肉的水果味 電子煙和時髦的營銷策略被指責促使未成年吸煙者激增 自那以後 該公司一直試圖重新獲得監管機構和公眾的信任 限制了營銷 並於2019年停止銷售甜味和水果味電子煙產品 這些舉措導致近幾年豬肉的銷售額大幅下降 FDA已經對所有甜味和水果味電子煙發布禁令 但該機構為豬肉的最大競爭對手雷諾茲美國公司和Android控股公司 繼續在美國市場銷售電子煙掃清了道路 行業觀察人士曾預測豬肉也會獲得類似的許可 要留在市場上 電子煙企業必須證明其產品有益於公眾健康 在實踐中 這意味著證明使用這些產品的成年吸煙者 有可能戒煙或減少吸煙量 而青少年不大可能上演 6月23日 FDA指出 豬肉的申請對使用該公司產品的潛在風險 給出了不充分或相互矛盾的數據 包括是否有潛在的有害化學物質 會從豬肉煙彈中泄露出來 FDA煙草產品中心代理主任米塔爾發表聲明說 在沒有確定相關健康風險所需的數據的情況下 FDA發布了這些拒絕營銷的命令 FDA稱 目前沒有看到臨床信息表明使用豬肉產品有直接風險 不過 根據當天的決定 豬肉必須停止在美國銷售和分銷其產品 FDA不能強制個人消費者停止擁有或使用該公司的產品 對豬肉來說 FDA的最新禁令是一個沉重打擊 由於監管規定和消費者興趣匱乏 豬肉的國際擴張努力受到了阻礙 美國仍然是它最大的市場 6月23日 白宮前新冠疫情協調員伯克斯在國會眾議院作證時稱 特朗普政府未能在新冠疫情出現初期說明這種病毒的嚴重性 導致整個政府無所作為 並產生虛假的安全感 博克斯當天在眾議院新冠疫情危機小組委員會作證時說 在這場疫情開始之際 我們需要一個明確而簡潔的信息 來說明新冠病毒的嚴重性 在病毒到達美國之前 來自中國和歐洲的數據 已經表明了這個病毒的風險 博克斯指出 特朗普政府早期對這個病毒的嚴重性輕描淡寫 導致了早期的不作為 也在全美製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博克斯稱 白宮應對新冠疫情的幾種早期方式很落後 例如 認為只可以通過有症狀的病例來追蹤病毒 而其他國家已經發現無症狀病毒傳播的病例 他說 我認為 從一開始聯邦疾控中心就認為只可以通過症狀來追蹤病毒 而沒有為無症狀的社區傳播做準備 也沒有發展數據和基礎設施來追蹤病例 博克斯曾在非洲 撒哈拉以南等地區從事愛滋病病毒研究 和建立當地衛生系統的工作 他說 與他曾工作的非洲國家相比 美國在新冠應對方面準備非常不足 獲得常規檢測的機會也非常少 談到聯邦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時 博克斯讚揚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州長們 非凡和專注的工作 6月23日 聯合航空公司宣布 由於空中交通擁堵 它將把它繁忙的紐瓦克樞紐每天的國際航班減少12% 從7月開始 每天的航班將減少約50下次 紐瓦克機場是聯合航空紐約地區航班網絡的一個重要樞紐 一直是美國延誤和取消航班最多的機場之一 聯合航空高管羅伊特曼當天給員工發消息稱 日程安排改變應該有助於最大限度的減少過度延誤 提高準點率 不僅是對我們的客戶 而且是對所有在紐瓦克搭乘飛機的人 聯合航空首席執行官科比最近告訴有線電視新聞網 最大的問題是 紐瓦克預定的航班超過了機場容量 即使在一個完美的晴天 由於空中交通管制人員不足 航班數量也超過了機場的運力 聯合航空是宣布今年夏季減少航班的 美國幾個主要航空公司之一 上個月 達美航空公司宣布 今夏將每天減少100個航班 潔蘭航空公司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也宣布了類似的計劃 聯合航空稱 它有足夠的人員來支持其日程安排 計劃盡快恢復紐瓦克的全部日程 6月22日 一架老式直升機在西弗吉尼亞州西南部墜毀並起火 導致機上6人喪生 該州洛根縣應急管理局官員告訴《今日美國報》 當地時間6月22日下午4點左右 這架直升機在西弗吉尼亞州與肯塔基州邊境附近的洛根縣墜毀 該直升機的基地在洛根縣機場 這種老古董直升機經常被用於當地觀光旅行 據介紹 救援人員到達現場時發現直升機已經著火 飛機上的6人全部遇難 由於持續乾旱 米德湖水位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點 米德湖是全美最大的水庫 位於利桑那州與內華達州交界處 6月22日 米德湖的水位測量結果為1044.03英尺 這是193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如果水位下降到895英尺以下 米德湖將成為死水池 會給亞利桑那州 加州 內華達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區的數百萬人 帶來嚴重後果 過去20年 由於持續乾旱 加上氣候變化和西南部用水需求增加 米德湖的水位急劇下降 聯邦肯務局的數據顯示 去年同一時期 米德湖的水位為1069英尺 2020年6月底的水位約為1087英尺 此水池並不意味著水庫沒有水 而是水位太低 水無法從大壩向下流動 隨著水位下降 水庫發電將是一個大問題 流過渦輪機的水減少 使渦輪機旋轉的液體壓力也降低 這意味著渦輪機產生的電力減少 米德湖的情況正迫使當地官員採取重大措施來補充水庫 特別是氣候變化預計將加劇吸部乾旱 並將繼續影響流入庫羅拉多河的水量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格率傳媒頻道獲取更多精彩內容 詞多多 conhe化 感謝民臨 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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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陰忍 五樓 五樓